顿名过初 传到门前 而且杨小天收到了中和位的位置上 把球先解围了 伍斯托转移到右侧的球 传身后 江涛偷下来到那带传回来 一交大门 门降扑得非常漂亮 这球我们看到顾超还是做出了稳健的呼救 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 吉祥上来了 具有威胁 右脚外脚背再挑 投球攻门 这球高了一些来自于无锡 吉祥的右脚外脚背的一个输送 而无锡又是插到了对方的发球区中路 抢到这个点 客队江四苏林一够 进行这场比赛的 第一次换人 11号谢鹏飞 将会替换下 幼儿三的小将 18号张灵峰 伍斯托这个助跑去的 是要自己打 开始助跑 还是传了 这就传到后面 点回来 左脚再打门降扑得漂亮 一片混战 还是不超 神用的呼救 把球给拖出了弘良 这是一次险庭 但同时双方的进攻和防守端 都展现了非常出色的一种实力 我当时双方的退守的意识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但是呢 北京中央官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手 到了中路 禁区中路这个位置 所以说总能够有人有 有几率去抢到这个点 极强 进行七百球的主头 找到了伯阿基 堂住雷同龙 最后把球再回座 还是极强 又是右侧的四十五就传过来 再打这球 差一点点 但是无锡的右脚侧身抽凌空 是差之毫厘 推进到对方的防区三十米的时候 苏宁一钩队如果用这样简单有效的四十五度的去冲击 中路是有包抄点的 这次埃德尔把球高空就卸下来 队友的位置已经在左在右 把球分到左在 谢鹏飞打得的球 打在横梁上 就差那么一点点 看看比亚拉把球再传起来 投车蹭到了 将球直接顶进 这样的话扩大了比分 五十一分钟 北京中央国安 二比零扭现于江苏宁一钩 苏宁一钩 还有这个比亚拉刚才制造的任性 而且这下给的 纯中球的质量是非常的高 是 雷腾龙这个球在空中回头望月 把球的顶件 他的上一例在联赛中的进球 还是要回到2016年 这样的话时隔两年 国安队的中后卫雷腾龙 又在中超联赛中取得进球 瓦解这边也是快打快 造成了侯森的失误 看看埃德尔怎么处理 面对空门直接掉门 很有胆识 但是侯森回撤的速度也够快 看着汪松 由他传起来 就在飞向不瓦解的时候 没有能够顶动 但是切崩飞把球抢上来 再想扣在脚下 再回坐 有汪松再传起来 点不做不瓦解 投球进了 这样的话呢 扳回一球 但是我们看到可能 是吹判了不瓦解 攻方进攻拳的犯规 董学生和艾比两个直接在中间做配合 加上后边插上的张成洞 刚才其实是类似的 两个前空加上一个前插的无锡 阿伍古斯托再挑起来 直接打门 这球看了一下 边才没有轻注 应该是举棋了 对 这样的话 虽然索利亚诺把球打进 但是这次进球也无效 双方在下面场的都有一粒进球 是由于犯规而背双无效 从这个画面 我们也是看到的非常明显 索利亚诺的是越位 底枪利用场地宽度 调整一下之后 再把球改进球票来 看看埃德尔 把球再到那里传到门前的时候 球进了 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的话呢 77分钟 苏宁一高队扳回一球 果然是在80分钟 将分差又缩咬到一分 就是这一下动作 能够打到底线 然后你再看到 国安所有的方法球员 他都处于一个 我既要面对这个拿球的埃德尔 我又要兼顾我身边的 这个强点的球员 这样他没有办法去兼顾 人和球 他没有办法兼顾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幕的发生 这次叠了 控制住 再一项球员没有穿好 再补射 就有打进了 这样的话呢 是3比1 在第81分钟的时候 北京中后国安 是3比1路径 江苏宁一够 这一进球 与其说是中后国安 进攻打得好 不如说是比亚拉 个人的能力强 不管是阿古斯托 还是比亚拉 他确实在这种局面下 他能够发挥 原话比亚拉 在这场比赛中 又是完成了单场的 有传有射 有进球 有助攻 他在这个赛季 中超联赛中 7球 7助攻 其实这次在退守的时候 江苏宁一够的人数 是要比中后国安要多的 每一场比赛下来 这种累积 投球顶了一下 但是没有能够 面对空门顶重 很可惜 侯森这一次的出击 又是没有摘到点 没有能够 顶在球门范围 我们再看一下 侯森的出击 犯了门将 最不应该的 就是细门而出 而且没有碰到球 对 和联赛第5名之间的 进行对决 那么虽然这场比赛 江苏宁一够可能会在